博士生博士后研究员把浓缩病毒递在细胞上放入培养器皿 来自台湾的何秉治教授在一旁指导 透过显微镜观察细胞与病毒的变化 何教授2015年来到瑞士洛桑大学受课至今 致力于细胞免疫治疗 实验室进行不同疾病的免疫治疗研究 包括乳癌肝癌等等 何秉治教授的实验团队 除了台湾学生也有许多来自外国的研究生 分析T细胞代谢途径 重新激活调控免疫细胞 以控制患者体内的肿瘤和癌细胞 何教授拥有台美术博士穴位 更是台湾为二在瑞士担任大学教授的其中一人 但为何会选择定居瑞士 我发现这边对于基础研究的话 其实支持蛮大的 那我觉得看过这些基础建设跟基础研究的支持以后 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在这个状况下才来到瑞士 2022年和制药专家林云翰共同创立生物医药公司 不只和台大阿姨合作 近期也获得台北生技园区许可入住 成立台湾研发团队 持续推动创新治疗和临床应用 在这个阶段 其实跟美国跟台湾一些知名的这个研究机构 其实已经展开初步的一些讨论 为了针对这个临床一期的工作来做这个准备 这项新世代细胞免疫疗法 希望2025年取得药症 紧接着推动人体试验 早日完成产品除了为患者带来福音 也为世界医疗生意发展做出极大贡献 也是新闻财旭城伯和瑞士洛桑采访报导 好